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4月14日 今天是星期日 這一節是星期日的突發消息 在這個時間 是英國晚上 是9點多的時候 即是香港時間 14日的凌晨4點多 中東正式爆發戰火 以色列國防軍出來確定 伊朗 對以色列 是直接發動攻擊 在英國時間 晚上9點多 伊朗對以色列 發動了大量的無人機 而根據以色列國防部表示 說伊朗 的無人機最少是需要幾個小時才會到達 以色列 早前美國警報 情報提供 說伊朗正準備 對以色列進行軍事行動 這件事 證實了是事實 近日 美國的情報相當之準確 中東戰爭可以說得上正式開打 因為既然伊朗 對以色列進行攻擊 我們幾乎是100%相信 以色列 是一定會還擊的 即是說 未來的兩三天 我們一定會看到 以色列 會進行 可能是反擊報復 這一節我們將最新的所有情況 和大家 緊急報導 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最重要的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 希望你繼續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也請所有的聽眾記得盡快安裝VPN 我們將 廣告稍為縮短 希望各位記得繼續緊守崗位 早兩天我確實有預感 這次伊朗是禮真的 其中一個原因 是由於美國的情報 美國對獨裁國家的滲透 是相當之厲害的 所以大家應該還記得 曾經美國鎖定了情報 是知道中國大陸的軍方 其實真的有計劃想進攻台灣的 但是美國就是打了開口牌 將這件事禁止 大家如果有看過類似的間諜電影 其實 情報的提供者 就是這些獨裁政權裏面 是去到相當之高階的人 所以這些情報相當之準確 這次美國的情報也是相當之精準的 證明了美國的 滲透和情報網其實是去到伊朗 一個相當之深入的地步 而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是一樣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情報掌握 是去到核心的 我們也看看以色列這一邊的回覆 以色列軍隊確認 是從伊朗的境內 發射無人機的 而這種無人機 移動的範圍是高達2000多公里的 基本上 就是 一隻 是小型的無人機 是裝著彈頭的 即是他本身就等於 是一個 飛彈來的 但是 這種無人機的方式 是跟 導彈有分別 大家知道導彈其實 是飛得非常之快 而且 命中精度相當之高 無人機是不相同的 無人機的分類 如果以軍事的角度來說 正好 跟精準的武器是相反的 即是說 今天的無人機 是大量廉價的武器 密集式進攻 只要 其中一部分拿到甜頭 轟炸到目標 就是無人機贏的 跟準確的導彈 在 幾百公里 甚至乎過千公里的地方射出 跟著打中目標是不相同的 大家應該 有聽我說過 軍事的邏輯其實很簡單 軍事的邏輯 要麼 就是用最精準最昂貴的武器 很簡單 舉例 你有多少軍費 例如有500萬 我只要500萬 舉例 投資下去最精準的武器 這種就是最極端政策 就是用最好 最高性能的東西 另一種方式是甚麼呢 就是跟這個策略完全相反 無人機正正是後者來的 就是我要數量 我不要精準 只要 夠便宜 被對方擊落也不要緊 因為我生產成本 是比對方擊落我的武器的成本 就是要在成本上戰勝對方 廉價的武器就是消耗戰 所以也不用說了 最常見在戰場上出現的就是子彈 子彈的平均成本相當低 基本上子彈在戰場上橫飛 也是浪射 以色列這一邊說已經做好準備 說預備了伊朗會直接攻擊 已經部署了防禦 到了 晚上9點半 33分的時候 伊朗也出來 確認了有重大的無人機行動 伊朗國家電視台 報導 說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 伊斯蘭革命衛隊就是伊朗的國防軍 因為當年搞的是伊斯蘭革命 所以 整個軍隊叫做伊斯蘭革命衛隊 革命衛隊出來是確認的 說對 這個以色列 發動了大規模無人機行動 再接下來的消息 是以色列的軍隊和西方世界 即是美國還有英國 合作是攔截伊朗無人機的 因為明知道對方用的是無人機 而且對方 無人機的速度有限 無人機就是勝在夠便宜 便宜東西 是沒有什麼性能的 尤其是跟戰機和導彈相比 當然不是跟你的私家車相比 由於這些無人機飛得太慢 因為不是導彈 所以 應該以色列 還有美國是有足夠時間攔截的 不知道到底攔截 百分比有多高 但是相信 好像以色列 擋了 是來自巴勒斯坦的火箭彈 其實 是擋了90%的 我相信其實以色列和美國是有足夠的防空武器 是可以對付這些無人機的 因為現在已經知道 邪惡俗心國家 就是會大量使用無人機 而這些無人機 很大程度上 背後的供應 中國大陸是有份的 而中國大陸的無人機技術在哪裡拿回來 就是在以色列拿回來的 所以以色列 其實自己真的要打手板 基本上 是以色列自己走去親中國大陸的 幾個中東國家 大家翻查一下地圖 包括伊拉克 還有約旦 全部都有所行動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世界地圖 伊朗 是沒有可能 是環繞世界 或者是其他地方 再 去到以色列 他一定會選擇最近的路線 你會發現 其實最近的路線 以色列和伊朗之間隔了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約旦 一個就是伊拉克 即是說這些無人機幾乎是100% 是會肯定是會經過伊拉克 還有經過約旦 伊拉克和約旦也採取行動 約旦也派了戰機攔截這些無人機 因為 基本上這些無人機 是侵犯領空 即是說 最少 其實是有幾個中東國家 被迫牽涉在內的 其他的地方更加不用說了 以色列 周圍 基本上你可以用火藥庫來形容 旁邊還有敘利亞 敘利亞到今天還在打仗 所以不是開玩笑 中東真的是爆發大戰來的 由於無人機是低空飛行 所以對空雷達未必能夠把他們全部找到出來的 大家 知不知道 因為對空雷達 越是低飛的東西 越難找到 因為越低空 其實你會看到其他 建築物 山 樹 雷達的反射影響很大 所以 越是低空飛行 越是能夠掩護自己本身 而無人機由於本身都低性能 又適合低空飛行 所以無人機 就是透過大量的數量再加上低空飛行 所以 很多時候可以避開 對空雷達 如果數量非常非常非常之多 就算雷達能夠找到出來 也不可能全部發射導彈 是將它擊落的 因為導彈 對空飛行 價格比無人機更貴 所以現在整個世界基本上都是無人機戰爭 伊朗的這一堆無人機 也正正是俄羅斯 用來跟烏克蘭打仗 這次伊朗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我認為很大程度上背後一定有俄羅斯份 真真正正 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俄羅斯對向烏克蘭 也 等於現在接近面對北約 伊朗這一邊也發難 對準著以色列 再加上亞洲這一邊 如果亞洲這一邊 有行動的話 整個世界大戰格局 正式成立 英國時間晚上11點45分 英國戰機 跟美國 合作一起攔截伊朗無人機 英軍 的皇家 空軍 成功將伊朗無人機擊落 大家知道英軍的飛機在哪裏起飛嗎 根據以色列報導 英國的空軍的飛機是在塞浦路斯起飛的 塞浦路斯由於 是有聯合國介入的當年 後來 塞浦路斯因為內戰分裂了南北塞 好了 塞浦路斯 是有聯合國基地的 所以 英軍竟然可以那麼快派到飛機去 就是因為在塞浦路斯 在地圖上看一看 塞浦路斯簡直好像在海上一隻航空無臘 不用說了在塞浦路斯戰機出發 飛得比伊朗無人機 所以 可以直接進行攔截 截至我現在報導為止 英國政府對於 有沒有對伊朗無人機 發動進攻 暫時沒有任何評論 這個是以色列報導 中東正式開打 未知到底規模 會有多大 但是我們 現在可以預計 就是 這兩個國家應該是會隔空搏火的 因為 兩個國家基本上不可能 展開地面行動 中間 是隔著了其他國家的 算是科威特在內 其實隔著了四個國家 好了 那麼我這次 都覺得真的很緊張 因為 2024年真是比想像中很嚴重 世界真的正在發生大變 以色列跟伊朗 說開火 大家知不知道說了多少年 是數以十年計的 但是正式以 伊朗的名義對以色列開火 今天 是史無前例的 以色列這次不用說了 最大的防禦武器 仍然是這個鐵窮系統 鐵窮系統就是擋巴勒斯坦的火箭彈 擋得非常之成功 我們會跟大家 一定是緊貼著這件事 我們今節為大家 突發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客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